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还直言目前还很迷惑 但是在担心和激动中因为身体的变化 每天都在感受生活 真是看着文字都觉得好幸福啊 孙一珍还表示虽然怀孕是值得感谢的事情 但是因为过于小心 所以还没有跟周围的人说 文末 孙一珍直言会好好守护腹中宝宝 母爱满意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官宣怀孕 孙一珍并没有公开怀孕周数 但她此番大方告知外界怀孕仪式 还是要好好恭喜孙一珍了 随后经纪公司回应孙一珍怀孕 对方表示孙一珍目前处于怀孕初期 并未公开具体怀孕月数等信息 其实从孙一珍和老公玄冰举办婚礼后不久 大家就对两人何时要宝宝一事十分关注 就在一个月前 孙一珍晒出自己的近照时 还被误以为已经怀孕 从当时的照片看 穿着白裙的孙一珍 小夫看上去有些隆起 乍眼一看 确实是瞒下怀孕的 不过 当时孙一珍方直接否认了怀孕一说 还令粉丝小小地失望了一把 然而时隔一个月 孙一珍本人又宣布了怀孕的好消息 真是给足粉丝惊喜 而现在在回看当时的照片 孙一珍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怀上了 那隆起小夫的估计就是运度了吧 孙一珍和老公玄冰于去年1月1日官宣恋情 因戏生情的两人大大方方承认恋爱 CP粉们简直开心死了 今年2月份 两人又对外宣布结婚喜讯 再度引发热议 而这次不仅CP粉激动不已 连明星艺人们也纷纷为二人受上了新婚祝福 由此可见 大家伙都在磕两人的糖CP 3月31日 孙一珍和玄冰在众多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举办了浪漫又温馨的婚礼 虽说这场婚礼并非公开行事 但从网上的各种暴照也能感受到婚礼现场的欢乐氛围 玄冰和孙一珍本就是男帅女美 穿上婚纱礼服后 夫妻俩更是一个赛一个扬眼 俊男美女配一脸 办完婚礼后 孙一珍和玄冰又开启了浪漫的蜜月之旅 而在蜜月期间 小两口也是被各路网友各种偶遇 每次看到夫妻俩同行都是亲密无间的模式 浓情蜜意 甜番众人 如今夫妻俩在结婚后三个月便升级准爸准妈 这样的好消息确实是蛮让人惊喜 希望孙一珍在之后的孕期里一直保持好心情和好心态 多多分享孕期日常 要是能够时不时拉着老公玄冰一起秀秀恩爱 那就更完美了 再次恭喜孙一珍和玄冰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恭喜孙一珍官宣怀孕 玄冰即将当霸 每天都在幸福和紧张中度过 刚刚孙一珍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 发文官宣怀孕的好消息 一时间也是迎来了不少人的围观和祝福 孙一珍发长文透露着兴奋 她也表示自己每天都很紧张很兴奋 很抱歉现在才告诉大家 因为自己也是迫不得已 孙一珍表示 自己现在每天都是在兴奋紧张中度过的 感受到每一天身体的变化 自己都感谢先生命的到来 自己一定会很好地照顾先生命 感恩一切 准备迎接先生命的到来 一定要幸福 不少网友们都留言祝福玄冰即将要当爸爸了 孙一珍也是升级要当妈妈了 网友们都替他们夫妻开心高兴 没想到短的时间内就又传来了好消息 孙一珍和玄冰果然好事成双 网友们都开始羡慕他们的爱情 今年玄冰和孙一珍结婚 网友们都认为他们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 尤其是玄冰和孙一珍都是韩国网友们眼中的男神和女神 两个人的结合就是天意 网友们都纷纷站队组CP 似乎从来没有哪段恋情是这样的受欢迎 令人好奇的是 玄冰和孙一珍竟然没有黑粉 网友们都一边倒的支持 孙一珍和玄冰因为爱的迫降而相识相知相爱 后来两个人公开恋情也是震惊娱乐圈 不过网友们都在惊讶之余送上祝福 玄冰对孙一珍也是相当的爱护和照顾 两个人的婚礼上就是相当的浪漫 还邀请了超多圈内好友 在两个人度蜜月的时候 不少网友们就怀疑孙一珍可能真的是怀孕了 因为玄冰每一次走路的时候 都是紧紧地跟着孙一珍 并且搀扶着妻子 搂着腰部十分地小心 网友们都羡慕这两人之间的爱情 面对外界的猜测 孙一珍和玄冰并没有回应 而是继续过着两个人的甜蜜小日子 目前孙一珍已经退掉了所有的工作 全新备孕 就连玄冰也是减少了工作 想必就是要好好陪伴妻子孙一珍怀孕吧 恭喜孙一珍官宣怀孕 玄冰即将当爸 每天都在幸福和紧张中度过 我们也恭喜孙一珍和玄冰 即将升级当爸爸妈妈 幸福也自然要翻倍了 接下来说 孙一珍官宣怀孕 玄冰账号已被祝福占满 30分钟点赞超过27万 结婚三个月如今传来怀孕的消息 孙一珍和玄冰这速度的确是够快的 当然 这也是粉丝们都希望看到的了 祝福他们 随着孙一珍放出怀孕的官宣消息 两家粉丝们处于欢庆之中 尤其是玄冰的账号已经被祝福给占满了 而且孙一珍从公布好消息开始 短短30分钟就已经拥有超过27万粉丝点赞 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个幸福喜讯 其实早在此前 孙一珍放出结婚后的牵小狗散步的照片 就被怀疑是已经怀孕了 但当时工作室表示了否认 可能是出于暂时不想公布的想法吧 如今时机成熟 孙一珍官宣怀孕 再一次恭喜他们了 孙一珍原文翻译如下 大家过得还好吧 我过得很好 今天将传达一个既小心又开心的消息 我们迎来了新的生命 虽然现在还很迷糊 但是在担心和激动中 因为身体的变化 每天都在感受中度过 虽然是值得感谢的事情 但是因为出于小心 所以还是没有跟周围的人说 在更晚之前 向一直等待消息的粉丝们 和周围的人传达消息 我们会好好守护 来到我们身边的宝贵生命 希望大家也能好好地保护 自己在生活中需要珍惜的东西 健康地度过 粉丝们留言 恭喜我的CP 恭喜姐姐 哭了 第一次磕到这么圆满的 这是准妈妈在迎接着小宝贝 到来的那种喜悦之情 恭喜了 我真的是太幸福了吧 从孙先的发文 其实不难看出 他是真的将这一个消息 第一时间公布出来 分享给自己所爱的粉丝们 也是期待着将喜讯 分享给两家粉丝们 这也难怪 在消息公开之后 玄斌的账号 已经被各种祝福给围绕 如今大家都说 孙艺珍和玄斌速度可真快 他们真的是超级宠粉 结婚第一时间官宣 怀孕第一时间官宣 等待着将他们的好消息 分享给大家 两家粉丝们 真的有被感动哭了的 甚至还有一些粉丝们 已经在脑补 这一对高颜值CP的小宝贝 出生之后的颜值 粉丝 真好啊 两个人从恋爱结婚 再到当爸爸妈妈 一路都非常低调恩爱 这个孩子 一定是上辈子的天使吧 期待着他们爱的结晶的到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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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转发